嗨大家好 大家我们发现啊保时捷电动转向柱这事对吧 风靡一时很多车门人都出来说话包括我前两天我也发了一个 嗯所说的车热点吧对这个事的一个看法 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一想气势极恐 为什么蔡老板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对吧 他这个怎么说呢他一带头会有这么多的 媒体人 去丰而起开始我想啊我们 真的就是第一次感觉心这么起啊其实 后想想当然我是可能是小人可能我这种想法 蔡老板本身他也没有想到但是我只想说表达自己想法 你有没有会发现保时捷是一个什么东西 保时捷是一个在我看来是一个高端人群的一个商用品对吧像我们普通人对我们普通人 其实我们设计不到 换句话说 100个人里面有多少个人会选择保时捷有多少人能买起保时捷 我想可能不多对吧绝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用户可能就是 10万20万 30万可能一大块 对吧基本就是 可能说10万左右吧 10万的20万 这一系列车相对比较多 对吧而不是这个 100多万的豪车 那你会发现了 蔡老板对保时捷可以说一胡百一对吧 他一句话 一堆人蜂蜂而起都在迅速保抵有一部分 可能受 舆论压力 因为蔡老板当时圈了很多大为 说实话 底下一大堆人去 要求你去评论 他们肯定会着实 出于押论也好什么 会过来去评论 对吧 会说 也会站在他的立场上想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 这个东西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保时捷减不减配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普通人是买不起的 我们普通人买起的是什么呢 是日系 是大众 是棒的车 这些是我们能买起 甚至我们的国产车 这些我们是能买起的 首先国产车说死话啊 现在 我以前一直认为国产车没有问题的 国产车配置满满 但是你会发现国产车现在也在减配 没有人提 棒的车在减配 韩国车在减配 日系车在减配 我现在一直的啊 大众车的减配 自由好像只有法系车没有减配 对吧 日那个美系车有没有 我没太关注啊 你会发现 这么多减配车行不说 为什么 没有人呼吁 为什么单单拿 哪去呼吁呢 拿着一个保时捷去呼吁 首先 你会发现我们都是赤华群众 其实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比起保时捷 我认为底下这些车 他们的减配 更为致命 他们是真正涉及到我们普通人利益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大卫去 装烧 去互动 去呼吁这些人去减配呢 去 说这个事呢 去抵制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会发现 这些车评人 他们是能涉及到这些车的 也就意味着当你的咖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些平民能买起的车 这些厂家 对吧 会让他们 会说白了 会找他们去做一些 背地里会做一些事 也就意味着 换句话说就可能 大卫能收到大众的 公安费 能收到国产车的公安费 能收到韩系车的公安费 对吧 也能收 也能收到 这些车的公安费 说白了 如果你 拿出来 去抵制这些车 对吧 去呼吁这些车 就会动到某些人的腰包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呢 对吧 因为你会发现 如果你站出来去抵制某个换车 你就发现你抵制的是你老板 对吧 你的义是父母 你把你的这个 自己的 赚钱之路 堵住了 也就没人呼吁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 我不知道 蔡老板是有意儿为止 还是蔡老板真的没有想到 对吧 可能蔡老板 非常有钱 对吧 他可能 他的 消费层面上就在这个保姿劫的一个状态 像我这种可能穷人 对吧 就四八八二的车 我更把这个 更多的关注点 其实是关注在这 对吧 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 说白了 我更希望大家去呼吁一些这些我们现在的什么大众啊什么日产呢什么对吧 丰田本田呢对不对 国产呢特别是国产啊那个我这种感觉是 外国人骗我 不可以骂他 对吧 没办法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你骗就骗了 眼的瞎 但是我认为中国人不应该骗中国人所以说国产车的减配 在我看来更应该拿出日程去提 所以说但你会发现现在 对于这个区间对于减配对吧这些车减配的 会有部分的大为去说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呼吁 对吧 那你说我们的欧拉号码 对不对 双标 国外有芯片我们没有芯片 谁去呼吁了哪个大为说除了去呼吁的没有可能很多人 一笔带过可能你咖位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说两期视频要么给你下架 背不住对吧什么好猫好狗的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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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这玩呢 你把嘴也就闭上了 就仅此而已所以说你会发现 现在我们可能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 都是有人想你看到想你听到 这也是一感觉啊你看有人站出来了 为老百姓咒诅了 为我们车主考虑了对吧他底子说什么豪华品牌减配了 底子了 换句话说他底子了你买宝石炎了吗 我是没买 对不对 说白了 就宝石炎就上个车合着我也买不起 那你说他减配不减配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最起码不知道 我四十斤我还是能卖起大众的 我还是能卖起日系的 我还能卖起韩系的 这些车 这么严重的减卑为什么没有大为出来呼吁呢 对不对 那肥肚子减卑成啥呢 哪个大哥出来站起来含量声呢 对吧 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没有女座呢 不得而知 好就说什么都 不得了 不得了